拿出小朋友腿部瘀青的照片 類似自己的小孩 在幼兒園遭到不當管教 一度以為是生病了 趕快到診所檢查 醫生說明可能的原因 一問之下才發現 根本就是幼兒園老師施虐 小朋友回想起挨打的過程 忍不住哽咽 還說不只自己被打 更有家長爆料 只要午餐吃得慢 老師就會硬塞食物 被指控的就是一名陳姓老師 遭爆料曾大力拖拉孩童撞桌腳 強迫他們吃呕吐物 也有離職的老師指出 曾在畢業典禮預演時 親眼看到陳老師 拿鞋子丟孩童 還威脅說出去會被剪刀剪舌頭 但原方疑似知情不報 對此機構的董事長王永鴻回應 第一時間就有做校安通報處理 立即解聘該師 對師生後續的教育和輔導 也會加強注意 並沒有包庇一事 但監視器卻以隱私為由 拒絕交出 我就觸犯了個資法 及相關的法令 教育局完完全全 沒有來詢問我們在座的各位 北市教育局IP調查不仔細 知名的私校幼兒園盡傳虐待小朋友 孩子的腿上滿滿傷痕 讓家長看了好心疼 教育局強調會將石墨調查清楚 絕不寬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